好的 各位亲爱的话语电视18.9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我们在YouTube和牛电视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会客室Meeting Room 身边的这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 也是我们非常资深的专家 经常在我们的三宝店做客 就是我们李豪会计事务所的李豪会计师 欢迎 谢谢主持人 一开始就是考一考这个问答了 因为主持人平时经常跟我们的李豪会计师互动 问题是怎么几天之后成为这个税务居民 我来回答是不是183天 是 讲正常的这个比如说旅游的话 183天 就自动成为税务居民 对对 不过有些人是移民 比如说这个Green Card 他就1-5的话 他是一登陆一天就算 第一天就算税务居民 就是还不同的这个身份还不一样 你拿绿卡就不算天数 好那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 会计师的主题呢 因为李豪会计师刚刚忙完 因为我们最后一批是上个月啊 10月15号就是最后的一个报税 所以我们开始就要规划 就是明年报今年的这个税的规划了 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成为税务居民需要考虑到的种种问题 所以那是一本字典 是一个干货 我们一个一个来请教你 好 那第一个呢想问一下 其实很多像我们的华人呢 也是带着资产来的 华人都很勤奋很聪明 所以呢都会考虑到 那我现有资产的这个状况和配置 怎么样比较好的临时专家 好 第一个就是来成为美国税务居民 要证明他的税务基础 也就是他有哪些资产 那资产也分这个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 那金融资产是必须申报 包括他的银行账户 理财保险信托基金 公司股份股票买卖等等 这金融资产必须报到税表上 那有些资产呢是需要去规划的 不一定需要报到税表上 看情况 比如说他的海外房产 海外房产 对 他有没有无形资产 就是这种专利版权之类的资产 因为这种资产其实在 在美国是很有价值的 他有没有自然资源资产 有没有森林矿权之类的资产 你说他拥有一个矿 对对对 或者最后第七种 就是收藏品 古董制化 珠宝之类的资产 因为有的时候客户 他卖了一个古董 他一大笔钱 可能比一个房子贵啊 对 吹刀银行账户他解释不清楚 所以一开始规划好 他可以解释他的资金来源 所以这一部分刚刚叫什么 叫原有资产的这个税务基础 所以你刚刚说的 这个海外资产专利和收藏品 或者什么森林的 这些需要保吗 这需要规划好 为什么说规划好 就是说比如说 我这个是古董好了 我这个 我当然卖了 这个一百万出来了 不过我已经卖出去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拍 这个高清相片了 所以国税局需要 高清相片 长宽高 重量什么 这要做在前面 就是为我未来卖做好准备 省得到时候我这个是黑钱 没错没错 就不好解释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你假如资产被偷掉 那有可能爆成亏损 对 那我也要证明吧 你要去证明 你之前有这个东西 不能说无中生有 那就不好解释了 我觉得你这点提醒大家 很多人应该是没有做到的 对 而且有的时候 现在治安也不是很好 有人入室来偷 也需要一些证明 所以我觉得你的工作 应该很有意思吧 你应该可以知道 一个人家里面 到底有什么东西 你平常可以 平常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古董 原来在你这儿 所以我觉得 但还是要建议大家 就是要把自己的财产 所有都是跟我们的会计师 提前汇报 你才能帮我们做规划 好 那么现有的我们有了 讲讲未来 那么如果未来的这个资产的 想要有这个盈利模式 因为未来也不好说嘛 你看通货也好 膨胀也好 钱变钱也好 这个未来的盈利模式 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呢 好 就是第一个要看 因为大部分现在新移民的这个客户呢 不一定在美国找工作 他可能在中国就很赚钱了 就我这种才会在美国找工作 不过很多人他不需要在美国再找工作 他可能要考虑他未来的盈利模式 他是不是在美国买房子收租金 他中国有没有房子收租金 他是不是在美国做一些投资 投资收益 他是不是在美国开个公司 那开公司是那种传统的公司 还是这种中美贸易之类的公司 因为现在很少的客户外国人来美国开个传统类型的公司 因为他也人身地不熟嘛 因为英文更加也比不了 但之前的辈子在国内也很好 没错没错 然后这个还有就是有些人是专门买卖股票的 他对美国股票很了解 对啊前几年赚了很多钱 我们有客户这个就是 甚至有些这个留学生 他买卖股票赚了一大笔钱 是吗 都不用读书了 对90%的人都已经亏掉了 不过他是赚了很多 而且这个是这个 这有数据有1099 麻烦把他的电话给我跟着他买 所以就是各式各样的人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但是就是说不像现在都变了 不像传统说我一定要找一份工作 每个月拿工资 其实现在赚钱的方法也很多 特别我们华人又那么聪明 华人太聪明了 你看有办这个补习班的 就在美国办 他可能是中国的校长 然后他那些小学的朋友 每个月 每年都是排着队要挤上这个班 还有一个很夸张 他专门做这个代孕的 因为在美国是合法 对对合法 然后他是在 他在那种 他很奇怪 有些中国的客人 他要白人带孕 他不要墨西哥人或黑人带孕 所以就是会碰到各种各样 但是各方各样也不一样 这真的是个市场需求 真的是没有办法 我觉得以后可以 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 会设是可以就是专门为 理豪会计师的客人 做一个做一些专题 把他们请到现场 聊聊他们的创业经历 非常有意思 所以未来资产的这个盈利模式 有很多种对不对 但是也要提前规划好 是是是是 好 找我们理豪会计师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讲讲这个个人和家人 那成为税务居民之后呢 也要考虑到我个人以及家人的工作 学习生活 包括地域的一个选择 为什么呢 好 第一个就是成为美国税务居民 我们刚刚说过很多人不在美国工作 可能还是在中国工作 这样对他税有没有影响 有些人说我不在美国 那我在中国就没有管 跟你没关系啊 实际上美国是全球都管家 你成为税务居民 全球收水 还有一个就是你在美国 是哪一个州成为税务居民 很关键 就是你可能就是主要是为了小孩过来 小孩在哪一个州的哪一个学校上学 很重要 因为他了解 不但要了解这个州的这个学校的好处 还要了解这个州的税务的税率高不高 因为每个州不一样 没错没错 然后美国有八个州是没有任何州税的 哪有八个州 说几个我们听不懂 Oregon 是不是 Oregon 是啊 呃 呃 不对不起 Oregon 不是哈 Oregon 不是哈 Washington 哦 Washington 是啊 哦 你说那个Seato那个 Washington Washington 是 然后Texas 还有阿拉斯加市 不过我没有任何的客户跑到阿拉斯加去 不过德州倒是挺多 那您指的那些税不收税是什么 就我不用我所有的收入不用报税吗 不是只有所得税不收 这个州的所得税不收 哦 我联邦税还是要报 联邦税50个州都一样 怪不得有些大公司 怪不得不是那个谁跑过去了 Maskat 对很多人 还是谁不是跑 微软那哪呢就跑过去了 微软是在那个Seato Seato 对对对 所以有它的好处 也要根据个人的情况 如果我这个我就应该去哪个州 反正他房子在里面 他住不住在里面我们不知道 哦 哇你看吧 你的会计师专业就来了啊 好所以根据个人的生活 包括孩子的学习情况下 这个地域也是一个很大的 你要考虑的因素 没错没错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 广告之后呢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 成为税务居民之后 怎么合理规划之后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 欢迎回来 这里是会客室 今天请到的专家呢 是我们的李豪会计事务所的李豪会计师 你好 欢迎回来 那刚刚我们聊了一下啊 成为税务居民的这个个体财产啊 未来的规划啊 包括那些州 那些州的一些利弊啊 那接下来我想替一些就是小朋友啊 在这儿学习 因为大部分我们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人嘛 他就是其实他本人自己并不想成为美国的税务居民 但因为他的孩子在这里嘛 他可能陪图 或者他有在这里买房子 那像这类人群的话 那他要怎么去遵守避免一些什么或者 那其实在这边买房子的人还挺多的 从中国来 因为现在最近两年那个中国政策改变 房产增值很少 很少还亏呢 所以很多人就考虑在美国买房 刚刚小孩子在那边读书 他希望买一个离学校近一点的房子 以后不管是做投资 他自己也很方便 中国人很聪明 我们很聪明 好那买房子的话需要注意 注意的话就是资金来源 我这个钱要怎么解释 我买房子的钱 我们不要让国税认为这是在美国赚的钱 因为不是我原有资产转到美国 转过来其实也有一些问题 因为我们这个外管局它有5万的限制 每个人只能赚5万 有些人找20个人这个赚了100万 好像这条路也不通了 这个非常的困难 甚至这5万的这个限制是越来越严格 那还有其他就是有些人就更tricky一点 他买房子说也是跟这边的华人买说 那你讲中国要看好 我直接在中国付你人民币 我在美国买可不可以 其实这我们有碰到一个客户 真的产生这样的问题 他就跟人家换钱 他在中国给人家这个比如说700万人民币 换这边100万美元 那是100万美元是从美国的一个公司给他的 对 给他以后呢 这公司竟然还给他一个1099 这就变成他收入了 那完蛋了耶 100万耶 100万等于50%要减税 太恐怖了耶 不过他之前不知道 他就他以为是没有任何税的影响 所以他没有把这个 那个公司也太损了吧 这个所以这个是需要去思考一下 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做法 但后来你有办法解决吧 后来有解决 对对 不过客户还是得花钱 不管是付我的费用或者税的费用 那我的费用肯定比税会低一些 所以提如果您的建议就是如果提前做好的话 就不会花那些冤枉钱 没错没错 好好看一看哦 现在是买房热的时候 好最后呢 我们也是替一些非常不错家庭条件的人来问 那我们中国人的概念 华人的概念吧 就是小孩子是一切 所以会涉及到一个家族的财富 未来传承的问题 那我们也知道在美国 可能有什么遗产税啊 继承税啊 怎么把这件事做得更好呢 好假如外国人在美国卖房的时候 我们刚说过买房 卖房的话 外国人的遗产额度 遗产额度就是他得过市 才有这个额度 也就只有6万块 非常的低 超过6万 就18到40%的遗产税 非常的高 那那还有就是卖房子的时候 就是国税是 外国人卖房 它是预扣的 但是小于30万的房子 他没有预扣 30万到100万美元的房子 他预扣10% 100万以上是15% 他先把你hold住 先把你hold住 也就是100万的房子 我一卖 我要扣15%联邦的 加州在扣3.3% 那就18.3% 我还在付点什么commission 什么有的没的 那我卖 我卖100万的房子 18.8万 18.3万就没了 就没了耶 而且我可能是90万买 我才赚了10万 对 我要讲这个 almost double 我有朋友买了房子10年 在Arcadia买了 卖完之后 大家赚了3万 是是是 所以会有这个问题啊 没错 还有一个就是 假如商业房产 我买是 不是给自己住的 而且出租出去 商业房产 我可以用1031交换 那1031交换 要了解1031的交换计划 45天必须跟郭瑞讲 你要换哪一个 183天必须交易这个房子 这个要符合他的规定 否则你这个不能省税 而要补这个这个罚金 哇塞 所以都要小心 好 那么家族的继承 还是有很多的方法 也就是说是 本人在生前的时候 一定要跟会计师去沟通好 以后怎么就是最少的减低 付出去的钱 去给自己的下一代 对对 还是有很多方法吧 对 继承的话 你看 我分那个非税务居民和税务居民 非税务居民大概只有6万 他可能超过6万 他就要考虑信托的事情 对 我就想说信托 信托的话也分很多种 可撤销或不可撤销信托 从税务角度 到底对他有什么影响 那美国税务居民还好 他有12006万的这个资予减免额 而且之前拜登说 他一上任以后要这个索取富人的税 说这个遗产税会降到500万 哇 根本没有降 不但没有降 我当然就说这怎么可能呢 因为这要通过那国会通过 国会里面大部分都有钱 他不可能全部都赞成这个 所以我觉得赞成的几率非常低 然后他当然今年他不断没有减到500万 而且还增加到1292万 哇免税额耶 免税额 所以这根本就是一个富人的福利 那我觉得如果还在这儿 没有成为税务居民 但这儿有很多房产的 这个还是得成为税务居民啊 至少考虑一下 6万和1000多万差太多了 是是是是 好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如果是长期居住了 那是不是要考虑美国的医疗保险呢 是假如长期居住的话 美国其实什么东西都便宜 就是医疗费用特别高 对 所以假如没有医疗保险的话 其实在美国是很伤的 我之前有个客户 他是来这边这个生小孩 他说我就不用买保险了 我就反正我是有钱人嘛 结果他小孩早产了一个月 住在那个保温室 哇他花了70万美元 去做这个事情 非常高的一个代价 他生了个孩子 最后都只能变成中产 就是上一个class 你半个移民也不够是50万美元 他的70万这个金额太高了 而且你也不能不付啊 对不对 不过这个很多人他在美国也不工作 他很难拿到这个社会安全福利 所以他还是要去思考 我要不要开个公司给自己发薪水 这是一种方法 或者其他找会计师沟通 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累积这10年的4个点数 就是40个点 那累积10年以后呢 就80%的医疗费就美国政府来承担了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医疗的规法 等着退休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会客室呢 非常非常的荣幸 可以请到我们的李豪会计师事务所的李豪会计师 对于成为税务居民 包括成为 包括是海外的朋友在美国居住的 这样的一个身份情况 给了大家很好的一个宏观的一个 大致的一个理解 那具体的case呢 我也非常建议大家可以直接 致电到我们的李豪会计事务所 来问一下我应该怎么做 我相信听完了今天的这个节目对于大家来说还是受益匪浅的 是不是 好 那我们还有哦 大家要关注我们的会客室 我们会经常请到我们的李豪会计师 跟大家来讲一些专题的问题 再次感谢我们的李豪会计师 谢谢你 忙完了可以去旅游了 对 差不多差不多 OK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